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我們繼續更新香港走失了8天男孩的最新狀況, 讓大家知道到底是因為什麼事會在山上走失了。 這一個拔萃南書院的應屆DSE考生曾憲哲17歲,在上個星期三10月4日失蹤。 去到第8天終於找回了,他是平安獲救。 獲救時清醒,但沒有穿鞋,而且全身沒有穿衣服,救護人員找到他之後,馬上給衣服穿給他喝。 就安排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送他去醫院檢查。 原來他本身是學校龍舟隊的成員,就說那天不開心。 去完練習龍舟之後就上山山深,怎知睡著了。 醒回之後就因為天黑、凍失路,結果越走越入。 之後就困在荒野那麼多天了。 而根據報導所講,曾憲哲這幾天就是吃樹葉和野果,喝溪水和雨水去補命。 為何會沒有穿衣服呢? 就因為衣服被雨淋濕了,覺得好冷就摸了衣服。 即是說他是靠著這樣的動作去絕地求生。 因為那幾天其實有經歷過百號風球、黑色暴雨。 如果在山上,只要是有山來傾斜的話,基本上那條命都是這麼大。 而且比較幸運的就是天氣未算得上好冷。 如果是冬天上去的話,這樣沒穿衣服,又再下雨,分分鐘凍死了一次。 今次他真是福大命大了。 但是他沒帶手機上了山,其實都非常危險。 為何說他福大命大呢? 就是因為警方沒辦法透過手機去定位得到他到底在哪裏。 好了,今集就和大家更新到這裏先啦。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下面留言吧。 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